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接下来我们有请青年体育部技术发展局高级助理总监陆国锋博士来带我们进一步了解国家的免费技职培训教育 首先我们所看的在这个2021年的学生来看 在我们这个TVET的institute我们有共有8250位学生 所以在这个8259位学生里面 我们马来同胞已经占了7095位 是等于85.9% 还有我们的那个Mumimputra就有我们Savva Savva 有占了700位是8.5% 还有我们印度同胞是407位占了4.9% 但是很稀罕的就是我们华人只是有57位 就是我们占了0.7%而已 在这个里面我们华裔的子弟们真的是占了很少的% 从这边我们就可以看到华裔的子弟们 他大多数他还是不太了解 还有他缺乏了媒体上的支持 青年体育部的副部长 Dato3正年科他已经去了很多个州 包括刚刚去了老屋 很多华人已经是开始了解 什么叫做TVET 还有他的benefit是什么 我们的副部长都已经讲解了 我们到乡村上大多数的华人 他给我们的那个feedback是 他们很不了解他们也不懂得这个DVET Institute的存在 不知道原来市政府是给免费的这个技术与职业的教育和培训 他会每个月他们都会有拿到一些增贴 还有是免费的食物还有免住 还有他的那学费是全免的 在这一点我们就看到政府已经是很努力的在协助 人民在这个技术与职业的方面来发展的 时代的变迁以及服务市场需求不断的攀升 未来的技职教育将会成为我国大专教育体系的其中一个主流吗 2020年的那个计算里面你们会看到政府已经拨款了66亿 所以在这个拨款之下我们有这个技能与教育还有那个培训 我们政府会把这个提高了我们的那个设备设施工业革命 政府已经拨款了一个很大的 amount 来support我们这个DVET的education and training 这个它会成为我们的那个教育的主流 政府已经是在由这个方向去发展 学员在完成技职培训及进入市场工作后 他们的表现又会是如何呢 是有90.94%的进入市场上 这个里面的学生9位是被company录取 得到一个很好的feedback 许多华裔子弟在毕业或者是在停学后 技术界与学徒的方式投入人力市场 在这方面青年体育部又怎样看待呢 OK由于我们的去市场上的那个调查工业 他们都讲因为我们是focus on 70%的是focus on技能 只是30%是focus on我们的那个 theory 在技能上是真的是比大学的毕业生好 所有的那些industry他们都讲文字他们已经有了很多 但是他们缺乏的是那些艺术方面 类似来讲气色修理那行业 他们需要的是我们的那个艺术 还有我们的那个技能 不是儿子上的文书是 证书是由国家技能发展局所发出的证书 受政府承认的 而且是他用了这个文凭过后 他可以更加好的方面去发展 假如没有那个文凭的将会在这个时代的变化淘汰 而且是学生他拿到这个文凭过后 他可以继续的再深造 这个diploma他们要向大学申请去度理论是没有问题的 是会被受承认的 我们不单是training学生出来做工 而且是我们也会train那些学生可以成为一位老板 疫情之间有很多那些华裔的都有经济上的问题 政府已经拨这么大个budget来for这个tivet 所以我们要好好的珍惜这个机会 所谓再穷也不能够重交易 政府已经把好的initiative还有我们的拨款 是免费的training那些所有的青年 给他们至少有skill把这个技能带出去 往这个方面来发展 政府不是赚钱 我们是把这个拨款真正的是让人民受益 我们不是为赚钱的那个方面去看 我们是真正的是帮助人民 不需要学费 而且是钱不是全免的 学生还有每个月还会得到 allowance from 政府 我会鼓励需要对这个tivet里面要有信心 全马有22间brand 我们也是跟那个其他国家一样 我国本地也对工具人面有更加高的需求 马来西亚也是不另外的 所以他们都会focuson这个 这个技术那方面 我们全部人都要当当为医生 还有要当为律师 所以谁要来当为我们的这个农夫 还有我们的这个工厂的那个工人呢 所以我们我们必须要考虑到这一点 我的经验很多华裔的子弟们 进入国家青年高等技术学院 都不会有这个马来文的那方面的问题 录取的那个shallet是很简单 只需要逃过了SPM 18到30岁 对华裔学生有些来讲 国语的subject不太好 都可以进 都不是一个compostory的那个shallet 最后我们请陆国锋博士 来为我们总结今天的分享 TBET教育上我们有22间的分行 所以我们总共有14 14顶的科目 还有194个课程 学生是in terms of那个世界还有diploma 根据我们的市场上的需求 194个科目里面都是在这个市场上得到了 所有的industry的他们的那个意见 工资不出头的那个传统的概念 已经是成为了过去 这个技工也有出人头地的一天 我很鼓励所有的华裔们 都可以加入我们这个TBET的这个institute 非常给大家 我们接着一下 进来 日子 始终地 但是 202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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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3 战